昨天陈欣还答应我了 还要去我家里面做客的 我也跟我的爸爸妈妈说清楚了 我说今天晚上 我会带陈欣去家里面吃饭 然后我也想当做我爸爸妈妈的面 说一些心里面的话 你们知道吗 叔叔阿姨和姐姐 其实一个男人 他能在这个时候做决定 我觉得其实我也是受了 直播间很多叔叔阿姨和姐姐们的 就是一些意见 你们明白吗 叔叔阿姨和姐姐 但是现在陈欣他不自信怎么办 叔叔阿姨和姐姐 我们能不能给陈欣一点自信 叔叔阿姨和姐姐 那几天 没有陈欣 这样子 来我直播间现在930个叔叔阿姨和姐姐 陈欣这样子 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 100 200个叔叔阿姨和姐姐 都给你打了加油 那一会我们就上车 一会我们就赶快回去 还有半个小时了 我爸妈妈都在家里面等我们呢 好不好 我们缓和一下 好缓和一下 真的叔叔阿姨 你们不理不理解我这种心情啊 就第一次 而且你看你今天头发什么的 你都打扮得很漂亮啊 而且你今天还故意扎这个双马尾 对不对 很好看呀 这个 对不对吗 是隔壁是隔壁姐姐送给我的 对啊 而且你看你今天还故意夹了这个夹子 很好看的 你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自己的外貌上会有什么想法的 真的 我不是外貌 我不是外貌 我就想着你是城市的嘛 我去你家里面做客 而且要准备的很充足 而且我今天也带了 也准备了很多很多东西 刚刚我看到有一个叔叔还是阿姨他们说的 他们说的 他们说的 丑媳妇主要见公婆的 而且叔叔阿姨哥姐姐 如果说我给陈欣 我跟陈欣在一起了啊 以后我跟陈欣在一起了 直播间 所有叔叔阿姨哥姐姐都是 我们的媒婆 对不对 来 他们都说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的 陈欣 这不是迟早要见的问题 叔叔阿姨 这是我很紧张的问题 你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 就是第一次去 嗯 见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第一次去见我的爸爸妈妈 你有一点紧张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个 有一点紧张 是很紧张 不要紧张 好不好 直播间 今天 所有一千多个叔叔阿姨哥姐姐 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他们都是你的娘家人 他们今天会陪着你一起 跟着 我们一起去 见到我的爸爸妈妈的 好不好 有什么紧张的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都会给你出谋划策的 他们都会帮你想解决问题的方法的 好不好 真的吗 真的 那我 那我 哎呀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话了 我去的话 我觉得好 好怎么吗 好激动 我看到我这个W奶奶 她都说 你应该去 他们都愿意当你的娘家人 真的吗 真的呀 谢谢你们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我也知道 你们愿意当我娘家人 我也把你们当成我自己家里面的人 但是这种心情真的很激动呀 真的很难以平复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娘家人嘛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 我一个山里的姑娘 能不能去见君哥的爸爸妈妈呀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你们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呀 因为我毕竟是农村里面生活的 而且我从小都是沾着黄泥土长大的 从小都是在农村里面 肯定可以呀 叔叔也不好 我哪里哪里都不好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谁说你哪里不好的呀 你自己 没有诚心 那你问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 你看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 怎么回答你 而且 而且 我们就是农村里面嘛 都讲究门当户对 但是我跟君哥他们家环境真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相差太大了 我们家的环境 你们不知道 我们现实中相差的真的很大 而且我们农村里面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什么都要讲究门当户对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没有 诚心 我们家里面我跟你说过好多遍呢 我们家里面真的 不看重什么门当不当户对不对的 真的 来叔叔阿姨哥姐姐 简而言之 就是这样子的 诚心现在 她可能不太自信 来叔叔阿姨哥姐姐 今天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都作为诚心的娘家人 来我们 一起 给呈现一点自信 好不好 我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对你说了 我感觉现在我劝不了你了 你知不知道 不是你劝不了我 我昨天是很高高兴兴的 而且 我想着见你的爸爸妈妈 我真的 我真的给你们说嘛 我都一晚上没睡着 而且 刚刚说的 我媳妇始终到见公婆 怎么了 怎么了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我跟你说 我妈妈真的非常喜欢你的 真的 但是 我这样子 你先听我 先听我说一句话 我们问一问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 他们愿不愿意 你当他们的儿媳妇 我们问一问他们好不好 来 直播间 现在一千 一百个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愿不愿意让陈欣当你们的儿媳妇 我看看 陈欣是不是那种真正要的 姑娘 还说了吗 怎么了 我们当时 我是不是背过你啊 我当时是不是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是不是还说了一句话 叫 叫猪八戒 背媳妇 对不对 啊 对不对吗 我说了你不像猪八戒 那如果说你愿意当这个丑媳妇的话 我其实 我当一当猪八戒也是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 你觉得呢 不要委屈自己 没有 我觉得我当猪八戒我很幸福呀 哪里幸福呀 猪八戒可以背媳妇 就背媳妇就很幸福了 真的 你不要笑好不好 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 来直播间说叔阿姨姐姐 刚刚我没有看到你们的答案 你们愿不愿意让我面前 这个女孩子 你们愿不愿意让陈欣 做你们的 儿媳妇 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有在农村的 有在城市的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的就是老话 我们这边 我奶奶从小就给我讲 要讲究门当户对 我们不说这句话了好不好 我们不要不要去 不要去真的这个好不好 来叔叔阿姨姐姐 你们觉得门当户对重不重要 来 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姐姐 你们觉得门当户对重不重要 觉得重要的扣一 觉得不重要的扣二 跟你说 他们都是觉得让我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 只要是我喜欢的 我爸爸妈妈都会很高兴的 都在扣二 门当户对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真的不太重要承认真的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呀 对不对 对呀 只要是我喜欢的就行 对不对 叔叔阿姨姐姐 而且我们现在的家庭都是 开放的 对不对 都是明朗的 爸妈妈都是很好的 他们都很喜欢你的承认 好不好 行不行吗 俊哥你这样说 虽然还是打消不了我紧张的情绪 但是我听那你那你跟我说 好高兴呀 好高兴对不对 那你那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样才能打消你自己的情绪 打消你自己的紧张 我不知道 哎呀 这种情绪 我没法表达 叔叔阿姨你们知不知道吗 这种紧张的情绪就没办法 那这样成心 我们去那做 然后我问你个问题啊 来直播间的 我先问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 直播间的来直播间 所有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还有成心 我们我现在一会儿 我让小倩 跟我妈打个电话过去 然后我跟她说 我们要晚半个小时才回去 那你心 哎呀 但是我今天我们 要不你给叔叔阿姨说嘛 你把你把我准备着纳子 一会儿带回去 没有 他们饭都做好了 一会儿 你不去的话 他们会伤心的 好不好 我们晚半个 我们晚半个小时回去嘛 那你就 来直播间 所以叔叔阿姨哥姐姐 我刚刚看到有家人问我 会不会嫌弃成心 叔叔阿姨哥姐姐 我跟你们说实话 我不可能嫌弃成心的 真的 成心真的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女孩子 很善良 很淳朴的一个女孩子 我喜欢还来不及呢 我怎么可能会嫌弃成心啊 对不对 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觉得阿俊说了 对不对 真的 我现在 嗯 跟你们说的都是实话 叔叔阿姨哥姐姐 阿俊现在跟你们说 都是心里面的话 好不好 还有成心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吧 但是我先问直播间的 叔叔阿姨哥姐姐 来直播间 所有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 一会儿 因为是这样子的 一会儿成心 要跟我回家里面去吃饭嘛 你们觉得成心 是以我女朋友的身份 跟我回家吃饭 还是以朋友的身份 跟我回家吃饭呀 1300个叔叔阿姨哥姐姐 呃 成心 你们觉得成心 是以我女朋友的身份 跟我回家吃饭好吗 还是以我朋友的身份 跟我回家吃饭好 来 以女朋友的身份 公屏上扣薄衣 你们觉得今天成心 要不要以女朋友的身份 跟我一起回家吃饭 来 直播间说 叔叔阿姨哥姐姐 要不要以女朋友的身份 跟我回家吃饭 要以女朋友的身份 跟我回家吃饭 公屏上打一薄衣 我看一看 有哪些叔叔阿姨哥姐姐 是支持我们的 来 直播间 马上1400个叔叔阿姨哥姐姐了 都打了小姨吗 来 这样 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都打了小姨的 我记不到你们的名字 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小姨打得太快了 你们可不可以 帮阿俊把关注点上 把这个粉丝灯牌给亮上 你们前面帮阿俊 穿一个黄色的马甲吗 我看到我这个迷失界姐姐 她前面就有一个阿俊的 就是有个黄色的粉丝灯牌 我就能很快的看到她的名字 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帮阿俊亮一下 关注亮一下 这个黄色的粉丝灯牌 好不好 让阿俊能够 一眼就能看到你们的名字 好不好 来感谢我直播间 所有叔叔阿姨哥姐姐 那陈欣 那这样 你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 你们聊会儿天 我去 我去给你买一瓶水 然后我顺便去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那你回去吧 别让他们等着急了 好 我去买瓶水 然后去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给他们说一下我要晚点回来 然后这段时间 你就 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你问一下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怎么才能打消你的疑虑 好吧 打消你的紧张 来直播间 1300个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都先不要走 好不好 你们陪陈欣一会儿 我去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我让我妈妈把这个呃准备的饭菜晚一点 我们晚一点到家 可能要晚一点 因为我肯定要打电话给他们说一下 想装在借口 想装在借口 你妈没有告诉你 装到人要说对不起